主料,面条500克,香葱100克,辅料,盐,花椒面,辣椒油,醋,酱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小香葱切末,放在一个准备好的大碗中,然后依次放盐,放少许花椒面,接下来就是辣椒油好醋,这个时候再倒入适当的酱油,准备过程就可以了。 等煮面的锅开了后,用滚开的面汤,浇在这个准备好的料中,一碗拌着红油的汤就算准备好了,这个时候把煮好的面条盛上就OK了,搅拌均匀了就可以开吃了。 烹饭技巧,做这个特别简单,而且味道香美,再就是配料简单,随意,香葱,韭菜,煮面条的时候,还可以随意放点酱油菜心,生菜什么的都很好吃,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, 在汤汁中放上味精、鸡精、香油、香菜、花生等等配料,这些我都不太喜欢。 所以我吃的比较简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